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那么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讲 那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讲到了增加和修改 那我们这节课再看一下查询和删除 查询和删除 那查询的话 我这地方只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有专门 专门的视频去讲查询 所以这地方 给大家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去查询所有的出版社的信息 那查询所有的出版社的信息 查询所有出版社的信息 我们同样可以使用管理器 就是这个默认的管理器里面的方法 objects 那比如说all 那就是查询所有 查询这个模型下面 数据模型下面所有的信息 我执行之后 你会看到我的这一条结果 就被查询出来 对吧 电子工业出版社 好 同样 你们也可以去查询 book book下面我们还是使用同样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这个book 查询到所有的这个book的信息 只不过呢 出版社这些地方 我们在module的定义的时候 是有去给他写上这个str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 它显示出了 它的名字 对吧 因为我们这地方是written的它的名字 但是呢 book没有 所以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看到是一个对象 你如果是要 要让这个地方的内容 也显示成名字的话 你在这地方去定义 那个str的方法 定义好了之后 重新的去退出这个脚本之后呢 重新再进来 重新再进来 它就会生效 OK 好 这是 这个查询 当然这个查询呢 还有很多方法 我们在后面去讲 但是 在这个地方 我还要讲另外一个 就是惰性机制 将过里面的oim 它的查询 其实是一个惰性的查询 惰性的查询 当然这个在希尔里面 在希尔里面 它并不是惰性的 在我们的这个希尔环境下面 我执行到这条语句之后 你会发现它马上 就返回了结果 执行到查询的语句 返回了结果 对不对 如果说我把这一句代码 放到我们的 py里面 就是不让它在 我们的脚本下面去执行 我们放到 我们的代码里面 去执行的话 那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代码 我把这句代码 如果是把它放到了这里 把这个populist 引入进来 好吧 这句代码了 放到了这个 放到了这个 py的代码文件里面 放过来了之后 启动一下 这地方写错了 这地方populist 不是在 这个module populist的话 那是在我们自己定义的 module里面 好 所以我这地方要 要自己去把这个module 导入过来 好 这样导入过来 好 导入过来了之后的话 再重启一下服务 好 这句语 好 这个sicle语句 好 注意 这个sicle语句 好 我现在去执行 去访问 这个hello 好 去访问这个hello 设计 loghost 然后hello 执行 好 执行了之后的话 好 执行了之后 看整个控制台 只有一条警告信息 这条警告信息 和我们的OIM代码 没有什么关系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其他的 其他的影响 我不管它 但是你会看到 我这地方 是没有生成sicle语句的 没有去执行 这个代码的 对不对 没有去执行这个代码的 好 为什么呢 我现在如果是给它 把这个 把这个结果 把它print出来 我再多执行一个print 再多执行一下print 再加一个print的语句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刷新 那这次刷新之后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 我们的这个sicle语句 出现了 对吧 就这条sicle语句出现了 然后我们的查询结果也出现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原因 当我们 当我们 去使用 比如说查询的时候 使用查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查询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惰性的 就是 当你去调用all的方法去查询 那其实它 这个调用的时候 并不会去 真正的到数据库里面查询 所以它不会生成这样的sicle语句 不会生成sicle语句 所以你在我们最初演示的时候 你就没有看到这条sicle语句 只有当在使用的时候 使用这个查询结果的时候 它才会去生成sicle语句 然后到数据库里面去执行 所以我们在print的时候 我们print 其实就是要把它打印出来 把它的结果打印出来 所以我们要去打印它的结果 那自然而然就是在使用它的一个查询结果 所以 那它就会去执行这个sicle语句 执行这个sicle语句 所以呢 大家要理解 要理解 我们的这个查询 它是一个惰性的查询 它是一个惰性的查询 好 我们的这个 publish object or 这条语句 它只是返回了一个criset 就是一个查询结果级的对象 这个对象 它并不会马上执行sicle 而是要当去使用 这个对象的时候 才会执行 所以要理解它 一定要理解这个机制 一定要理解 这个不光是你自己在编程的时候 还是以后你们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肯定会问到或者是提到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理解它的这一套机制 你 它是 OK 你们可以自己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返回的这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criset 要看的话 非常好 非常好看 就是 你用一个type的方法 把它的返回结果 对吧 作为参数传进去 你就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criset的对象 这个对象 criset 查询结果的对象 查询结果级的对象 它是一个惰性的 它是一个惰性的 OK 好 这个我就先讲到这里 后面 大家如果有不理解 可以在我的直播课里面 办会课里面 然后我再给大家去讲 详细的讲解 好 然后删除 删除 删除的话 我们 把数据从数据库里面 直接去删除 好 用到的方法 就是delete的方法 delete的方法 我现在要去删除 比如说ID为1的书籍信息 我要怎么去删除它 我要怎么去删除它 ID为1的书籍信息 所以它的一个查询条件是1 我们要去删除 删除书籍的信息 我们还是会用到 这个book对吧 这个书籍的模型 然后呢 object 点 我们要去 删除ID为1 所以它的一个查询条件 是1 然后呢 我们再delete 好 再delete ok 那我就删除掉了 对不对 好 我就删除掉了 好 注意这个地方在删除的时候 好 这地方在删除的时候 好 其实你有看到它做了一个几年的删除 几年的删除 我们是删除的ID为1的书 那 所以在这个book表里面 书的这个表里面 我们刷新一下 那这里面没有了 同时呢 我们在那个关联表里面 我们在关联表 就是书和作者的那个多对多的关系的 关联表里面 也有一个ID为1的这个书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刷新 你发现它也不见了 它是一个几年删除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一个delete 的方法 它其实调用了 生成了两条delete的sq语句 对吧 两条sq语句 ok 同样你要删除出版社为程度的记录 出版社为程度的记录 同样 还是要用到publish 好 然后呢 objects.felt 好 成事为成都 那就是set 好 成都 然后呢 delete ok 那这样就删除掉 对吧 好 这样删除 好 当然我现在出版社的 里面是没有 没有为成都的 对吧 只有一个重庆的 你可以把这个重庆的给删除掉 删除了 好 删掉之后呢 这里没有了 对不对 好 这没有 好 所以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删除呢比较简单哈 要注意的话 就是我们疆国当中的删除 他默认是几年删除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 把那个 id 唯一的作者的信息给删除 你把那个 id 作者唯一的删除之后 你再去看一下 他有没有把这个详情 就是作者详情的这张表里面的记录 好 就是一块给删除 答案是肯定的 他肯定会一起删除 你们可以自己试一试 好 这个delete的方法 这个delete的方法的话 他也是cure set对象的方法 好 也是cure set 对象的方法 好 所以呢 这个大家要理解 好 大家要理解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当然有的同学 对这个cure set 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白 在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 讲到查询的api的时候 我们会再深入的去了解它 OK 好 你们也可以再去想一想 再去想一想 我们刚才在增加数据的时候 增加数据的时候 用到的create 是一条一条去增加的 有没有提供批量增加数据的方法 好 你们可以去官方文档去看一看 官方文档去看看 官方文档去看的话 官方的文档 其实就是这个 我给大家复制一下 就是这个 你们可以去官方文档去看一看 就你们要养成一个 去看文档的一个习惯 那上面的知识是最全的 最全的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